最近事實上中華大陸跟俄羅斯 也在空中戰略巡邏 那也有海軍的演習 那對台灣的部分 他也做出這個動作 我覺得他就是 我們如果從那個南海 那個偵察機被攔阻 然後台海那個驅逐艦被攔阻 那就是一路演下去 就說未來台灣的戰爭 可能就是一直連動到 從俄羅斯那個日本海 一路連動到南海 那誰也別想要介入 大概有這個味道 所以最近不是那個 復旦的那個老師不是講 張惟惟不是講嗎 這個美國犯的錯 加速了這個統一的進程 我們看到確實大陸 從這個裴洛西來台之後 這個海峽中印消失 林空林凱消失 他們各是各樣的編隊 各是各樣的組合 我舉一個例子 事實上麥卡錫 蔡英文在美國見了他 那美國已經是聯盟官員 都沒有跟蔡英文見面 那我們以為說這樣大概危機處理 應該是得宜了 那中國大陸還是借這個機會來做演習 是啊 就是他的軍事的演習就抓著這個藉口 他繼續演 就怕沒藉口 對 然後美國也很難出手 因為他抓到了正當性 所以這是美國犯的一個錯 就是這一類 就是說你以為這樣已經處理了 那事實上他是逮住所有的機會 對 來擴大或者加深他的軍事的演習 那各種類別 各種這個想定就逐漸都出現了這樣 對 好 我們回到剛剛那一章 所以這個院老師你看大陸有自己的節奏 相對來講台灣好像很慌亂 我們光是丟這個有沒有 丟這個什麼國防應變手冊 小到國防應變手冊 大到我們的這個邊境 幾乎是完全失守不設防 最基層的這個人員都沒有任何的這個反應 然後大陸也是軍事上各方面 因為當然大陸應對的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 然後講到這個宏都拉斯 台灣人心中也會痛一下 對不對 剛剛跟我們台灣斷交沒有多久 那這個總統立刻投向大陸懷抱 去做國事訪問最高的一個規格 昨天我們特別講 當初他到的時候是華春瑩去接機 然後秦剛在跟他這個主持 那個大使館開幕的時候禁酒 我們昨天有注意到這個細節 秦剛的酒杯還比他稍微低一點點 在中國的代客之道 真的就會讓你覺得怎麼樣 從心裡面舒服 然後你看看 這也是一個國事訪問一定的一個規格 那習近平怎麼說呢 習近平說一個中國原則 當然重點 你要跟中國交朋友 這個是一定要的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鴻建交 跟發展雙邊關係的首要前提 跟政治基礎 然後呢 很重要 相信洪方 洪多拉斯將不折不扣 落到實處 不折不扣 好 不能打折扣喔 然後要共建一帶一路 後來雙方也簽了這個合約嘛 中方將會積極推動洪方特色產品 早日進入中國市場 也就是說呢 我的這個核心原則 你同意不打折扣的話 習近平親自開門 中國大陸的市場就打開了 然後洪方說堅定支持 而且遵守一個中國原則 支持這個中國政府 為實現國家統一所做的努力 那雙方的建政簽署 一帶一路 各式各樣的雙邊合作文件之外呢 雙方還發表了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裡面 你看到在洪方的部分 洪多拉斯支持遵守一個中國原則 而且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 反對台獨 反對台獨 這句話這個洪多拉斯 當然講了是沒有問題的嘛 這個美國這次如果說是 布林肯到這個美國去 會不會也丟出這一句啊 布林肯到中國去了 對 到中國去 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講起來 它的形式意義大於它的實質意義 因為首先第一點呢 洪多拉斯跟我們這邊剛斷交 我們在中美洲有邦交 他們基本上都是美國式的附庸啊 然後呢 中美洲很多國家 只要經過選舉必然是左派獲勝啊 這個總統卡斯托羅也不例外 所以說在這個問題上 他也非常了解 放棄了我們這邊的邦交的話呢 當然就要奉守一個中國的這個原則 這個也不用多說了 第二點的話呢 我覺得中國本身在目前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呢 非常非常強調了一個重點 就是只要你維持了我的這個觀念的話呢 那麼我們原則上的話呢 就是盡量給你任何你需要 哪怕是小國 小到像洪多拉斯的話 應該有的面子都有 我覺得他們的外交部長的話呢 秦剛本身的做法 就是因為他是元首嘛 所以說對他有起碼的尊重就照規矩來 我覺得大陸現在的話 展現他的軟實力 就是說如果你不尊重我 我就不尊重你 對美國的態度也一樣 對於小國態度也表現這種態度的精神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另外第三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說呢 目前為止 整個美國的後院 中南美洲的話呢 都有一點問題 就是一帶一路已經延伸到那邊去了 對 這是中美洲啊 那南美洲的情況 基本上的話呢 像阿根廷都最近都非常樂意於參加這個 所謂的金磚五國 金磚五國都不止五國了 搞不好都二十國了 對不對 那大家為什麼會這樣子的投票出走 尤其是美國自認他的勢力範圍 願意出走的話呢 其實對美國來講 何嘗又不是一個警訊 其中最重要的話呢 因為大家都會發覺說 中美洲的話呢 按照這個情勢發展下去 台灣的中美洲的邦交 應該都會普遍 有一点危險了 好 紀大使你怎麼看 習近平說中鴻建交 功在當今 利在長遠 你怎麼看到這八個字 我們看到今天各大媒體 都用這八個字來當作標題 等於是習近平 在雙方的這個核心問題 達成了共識之後 等於是習近平親自把 這個中國市場的大門打開了 對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洪杜拉斯賺大了 我跟你講 這個國家 事實上它這個經濟發展 跟美國在美國的臨邊 在美國的後院 做了幾十年了 做了上百年了 美國這個國家 已經變成世界第一強國了 洪杜拉斯還是什麼 窮國開發中國家 對 誰幫助過他 沒有人幫助過他 真正只在乎他內政是誰來 誰來 誰來 誰來主張 現在為什麼這些中美中國家 很像都向左轉呢 因為社會上就是貧富不均嘛 他這些大的財團 大的家族長期壟斷 這些國家的這些資源 那靠什麼 靠美國人撐腰啊 美國就這樣控制你政治啊 所以什麼誰在乎 要把這個國家發展起來 經濟發展起來 要把這個老百姓的生活改善 對不對 現在全世界放眼望去 我們從實證角度來看的話 他在美國的後院 住了一兩百年了 貧窮如一席 而且沒有看到未來 對不對 他跟他的 他們很多 他們這個國家 當時是歐洲過來的 移民建立的 還是那個傳統那個結構啊 就是這個 這個上層 這個少部分人 掌握一切資源 剝削下層的 這個國家看不到希望啊 所以呢 歷在長遠 也就是說 你今天跟中國大陸 做了這個朋友啊 中國大陸對第三世界國家 他是從 自己本身是第三世界國家 角度來看第三世界 中國大陸對三世界國家